叛律亚军政府在30号宣布 叛军突然攻进西北重镇阿勒坡 成为阿萨德政府多年来最大挑战 而阿勒坡现在所到之处 都可以看到欢欣鼓舞的叛军士兵 还有士兵表示他们流离失所了八年 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 叛律亚人权廖望台组织透露 叛军也拿下了阿勒坡的民用机场 他们也持续在伊德利部省哈马省持续推进 成功夺下数十座战略城镇 而这次攻势是由伊斯兰组织的竞技派 沙姆解放组织来主导 而阿勒坡自2016年对叛律亚军政府全面收复 之后都是一直处在政府的掌控中 叛军是从11月27号开始发动闪电攻击 导致约14000人被迫撤离家园 冲突也造成了311人死亡 当中有28位平民 叛军也在抛袭中抛袭了一座学生宿舍 造成了四位平民丧生 等下拉开 广告 1月100工厂 接着 转席 判判判 2月1日 第二 1日 0日